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表外表里 房产中介张希最近有些忙碌 为了接待香港刊房团 他们扎根广东中山 每个周末会开31座豪华中巴 去接香港客人回内地刊房 几乎次次都能满载而归 有时带着浩浩荡荡的队伍走进售楼处 还会偶遇其他刊房团 几个内地中介完全被香港口音包围 现场挤到一张空椅子都找不到 自去年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 张希明显感觉来内地置业的香港人变多了 今年热度继续飙升 据当地媒体报道 某明星楼盘已成交的数目里 香港置业者占比高达七成 被香港人盯上的不止中山楼市 中银香港2023年一项调查显示 46%的受访者考虑在深圳 广州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购房 在海外媒体平台 珠海 惠州 也成了中介的流量密码 张希还观察到 在这些买房的香港人里 奔着养老 移居 度假而来的比例大增 而以前十个人里有七个都是炒房的 并且他们的目的地 也不再局限于常见的香港人聚集区 一些偏远 冷门驱阵 也在备选项里 甚至对房价腰斩的深坑之地都不抗拒 这样的狂热让楼市贫放大招 仍持闭观望的悲观者疑惑不已 网络上开始出现香港人被内地楼市割韭菜的声音 但张希有不一样的看法 在他眼里经历了几轮地产周期洗礼的港人才 不是人傻钱多的接盘侠 他们比大众想象的更精明 逃离鸽子楼的港人涌入内地楼市 恭喜您成功入手量房一趟 耳边听着中介的恭维声 手里攥着红底烫金的大陆房产证 朱迪有一种不真实的恍惚感 过来之前 就有认识的人提醒去内地看房 很容易冲动 急看急买的人很多 让他先做好心理建设 但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毕竟作为一名香港房产中介 买房的货比N家的道理 他再清楚不过 然而现实是 他到中山看了一个楼盘 就破功了 八十瓶精装修 只要七十万 朱迪现在说起来都激动难易 南北通透的大客厅 三边落床的卧室 让我瞬间决定就塌了 朱迪们秒速真香的背后 是港人苦房久矣的现实 在香港 九十瓶三房一厅算豪宅 三十瓶房子做三房 一家七口 挤在五十瓶的房子里 也不足为奇 屋居的原因并不复杂 房价太贵罢了 据朱迪介绍 在香港稍微繁华一些的地段 五百万都只能买一个上车盘 推开大门就是马桶 厕所在门边 床摆到窗台上 很多人甚至连上车盘都做不到 只能蜷缩在割房 龙屋 棺材房 子弹房里生活 昂贵又窘迫的居住环境 很多时候让买房收获的 不是享受生活 而是身心俱疲 喜提八百万价值房产的 爱丽丝夫妇 就是如此 他们的房子只有不到五十平 打开窗 只能看到别人家的窗户 和水泥森林 看不见任何蓝天绿树 但供养这套房子 每月的开支 却要两万多 房贷一万四 停车费三千五百 物业费 水电费等 也居高不下 占到家庭收入近六成 而香港的物价又很高 两个人在家简单做 一会一宿至少要一把二十元起步 爱丽丝吐槽道 为了省钱 她经常趁超市打折促销才采购 斤斤绩效的生活让人喘不过气 他们夫妻俩的矛盾直线上升 因为空间狭小 丈夫时常被拼令抛弄的 做饭生吵得头疼 无法专心工作 免不了有抱怨声 而爱丽丝也没惯着 直接开口兑回去 在类似的持续摩擦下 相如已末十几年的夫妇俩 搬进新房没多久 最有从模范夫妻 转变成怨偶的趋势 矛盾和压力如影随形下 继续小房子 快节奏的生活 还是回内地 换一种轻松的生活方式 成为爱丽丝夫妇 以及更多香港房奴 开始思考的问题 不过 思考归思考 倒推几年 真正付诸行动的却很少 这既有故土难离的原因 且不说香港依然拥有 世界顶尖的工作 教育资源 亲朋老友都在香港 离开意味着半段亲 很难迈出这一步 爱丽丝说道 也和内地限购政策有关 可以看到 此前香港居民 在大湾区九个城市 均有各种限购 贷款等方面的限制 因此 大湾区正式提出后 来内地买房定居的 香港人不多 反而是来抢占位的投资客 挤满了各地售楼处 安娜就是其中的 一名小伞 因看中大湾区的升职空间 疫情前 她和丈夫 再几乎没有限购的赵庆 投资了一套住宅 直到一场疫情 颠覆了这一切 内地卖不动的烂房子 是香港人的刚需 打开新家的阳台门 清新空气扑面而来 安娜将远处的翠绿田野 和明镜般的鱼塘 收入眼底 感觉自己从地狱 来到了天堂 半个月前 她和丈夫 还在为这套房子彻夜难眠 和许多高位上车的香港炒房客一样 他们在回不到内地的疫情期间 眼睁睁看着房子一路贬值 直至价格腰斩 放开后 他们马不停蹄地回来 想卖掉这套雷坠 但因为房子买在新区 距离赵庆市中心 差不多30公里 根本找不到接盘的下家 无奈之下 安娜只能留下房子自住 而这个决定 让她真香了 房子近邻赵庆东站 对内地人来说太偏远 但安娜可以从 乡党西九龙乘坐高铁 直达赵庆东 最快一趟 仅需一小时38分钟 返程车次则更多 往返两地 易如返掌 心虚人烟稀少 爱热闹的内地人住不惯 但受够了香港低色 嘈杂环境的安娜 就喜欢这种视野开阔 远离喧嚣的山嘎啦 现在安娜每周末 都会脱家带口 回内地吃喝玩乐 丈夫失眠的毛病 在这里不要而喻 她多年的老鼻炎 也通畅了许多 不只是安娜 随着香港与内地交通 联系更加紧密 许多内地偏远片区的房子 在香港人眼里增值了 YouTube博主多失奶 回惠州 看自己三年 没问津的房子 刚走出深圳福田口岸 就看到一个拔地而起的 崭新地铁站 心情不自觉地激动起来 之前她去惠州 不是转动车 就是包车 路费经常飙到两三百 如今坐地铁 就可以只打两地交界附近 地铁费家打车费 只需要二十多元 虽然要坐一个小时 但已经退休的多失奶 最不缺的就是时间 更何况全程坐在车里 体验很舒服 买在珠江口对岸的朱迪 住得比多失奶更远 南投镇位于中山最北部端 既远离核心区域 也不像潭州 三乡 神湾等南部地区一样 趋近香港 但她并不担心 在她看来 从内地回香港 像从中环下班回家一样简单 以深中通道为例 本月28日正式通车后 朱迪从深圳到中山的时间 将由原来的两个小时 缩短至20分钟 不想开车的时候 也可以做新开通的跨地大巴 往返中山和香港 同在本月底 新中山港也将完成改造升级 届时 香港坐船北上中山的时间 将缩短至60分钟 朱迪表示在香港住远一点 通勤也要这么多时间 所以 她根本不愁回香港的问题 反而更看重北方 在不久的将来 她的楼下将开通直达广州的地铁 正方便她退休后 换乘交通 去游览祖国各地的大好河山 我知道不会亏的 当初掏钱买房的时候 朱迪就已经笃定了这一点 更何况 当下内地楼市不景气 正式出手的时机 稍等一下 我即刻去给您拍视频 看着中介传来的简讯 再看看屏幕上显示的晚上11点时间 家豪感慨 传说中的做上宾待遇 居然是真的 她早就听说 很多香港人回内地买房 可以享受免费接送看房 帮忙汇款等一条龙幅 购后中介还会帮忙做宴楼 全屋装修定制等事情 代收快递 贴春帘 也可以找中介 如果孩子来内地上学 中介还会免费接送孩子 更有甚者签了合同 就能拿到中介给的返佣 内地很多人还在观望楼市 家豪说 但在香港人眼里 内地房价已经十分具有诱惑力 不想再等的人 就会忍不住入场抄底 并且 香港人买房的限制 已基本都解除了 可以享受内地居民同等的待遇 甚至他发现 已经在香港买房的自己 回内地买房 仍可以享受 手套房的首付比例和利率 刺激政策的不断出台 让家豪笃定 内地楼市还有潜力 上个月他豪制三百多万 用自己和妻子的内地手套房资格 在中山贷款买了两套一把二十平的房子 准备以后卖给移居内地的人 他觉得自己至少能赚一成 但很多人却觉得他不切实际 拿香港工资 想内地房价过顶级生活 真羡慕你们 无牵无挂 说走就走 听到香港朋友羡慕的声音 爱丽丝也颇觉遗憾 他目前没有孩子 又是居家办公 做出移居内地的决定并不艰难 但那些线下办公 游载上学的朋友 根本做不到如此潇洒 事实上 目前选择来内地置业的人 基本都是像爱丽丝一样 不需要考虑香港加成的打工人 或者退休后 想安心养老的老人 而港人回内地买房 已经进行了多年 这意味着本轮小阳春之后 除了回内地购房度假的人 其他该买的 可能都已经买了 如果假设成立 那么加好买的两套房 不仅赚不到钱 还有血亏的风险 然而 朱迪却对此持有不同意见 就像北上购物消费 越来越火一样 迟早会有更多香港人 发现内地置业的好处 说句粗俗的 朱迪觉得在内地新家 上厕所都是香的 每次走进厕所 看到白道反光的智能马桶 朱迪的嘴角就能翘得比AK还难压 他没想到 有一天 自己也能享受到智能马桶 朱迪在香港奋斗了大半辈子 没有买到一个转身 不用与墙壁亲密接触的卫生间 也没有闲钱去支付上万块的人工费和设备费 日常也是一水多用 直接用淡水冲厕所 绝对是浪费 在香港 智能马桶对他就是奢侈品 然而内地不存在这些阻碍 只需要花三分之一的价格 就能轻松拿下一个智能马桶 不仅马桶是白菜架 新家的整体装修 也是洒洒水 三十一厅全覆盖 封阳台 刷墙壁 装五主吊灯 做全套橱柜 两个衣柜和两张床 像报菜名一样厂的装修项目 最后只花了十万出头 而在香港同样规格的装修花销 至少在四倍以上 更低的物价让朱迪拥有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生活 新房装修好后 他跟还在香港的女儿通电话 鼓动女儿回内地住 女儿问他等我到了内地 你们会做什么好吃的来欢迎我 那一刹那 朱迪突然意识到自己跟女儿 已经不在一个生活水平线上了 在物价可以随机下晕一个内地人的香港 朱迪一家在火锅店或者其他餐馆饱付一顿 每个一千多块压根出不了店门 所以他们下馆子的次数并不多 但在内地 吃一顿两三百块的饭 就已经算改善伙食了 实现下馆子自由在这里变得非常简单 她已经等不及 要带孩子们出去海吃几顿 爱丽丝也感觉搬到内地后 生活变得可爱了起来 他们有购房计划 目前正在珠海租房等待时机 房子带有巨大的落地窗 窗外便是一望无际的大海 整整120平的超大空间 足够夫妻俩折腾 住如此惬意的房子 每月租金只需4300 加上300停车费和水电 整体费用只有之前的四分之一 在香港租到同等条件的房子 至少三万起步 还是郊区 如今 爱丽丝夫妇的生活随心所欲 骑行 由公园轮流进行 时不时还能驾两小时的车 从港珠澳大桥回香港探亲房友 购物 很多香港朋友听到他们的分享 都支持他们 为大家北上置业打头阵 只有内地朋友无法理解 香港的房子还在升值 置换内地的廉价资产 多么可惜 但爱丽丝每次看到 手机钱包里稳步增长的金额 都会庆幸自己的决定 随着内地人涌入香港买房 她在香港的房子 也卖了的好价钱 现在近千万积蓄 都放在香港银行里 钱生钱 如此一来 他们就可以拿着香港的工资 吃着香港的利息 享受内地更大更新的房子 以及更有质感的生活 这何尝不算一种成功呢